美商务部长称已与中兴达成协议,但还有国会这关要通过,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威尔伯·罗斯星期日指出,目前已与中国中兴通讯ZTE协议以10亿美金的罚款付贷缴纳4亿美金的保证金,并要求中兴通讯在30天内更换其董事会和管理团队换取美国商务部取消7年采购禁令。 根据CNBC报道,罗斯对于与中兴通讯达成的协议感到相当满意,并指出未来若中兴通讯再次出现违规行为,除了缴纳的4亿美元保证金拿不回来,还会再次被美方列入采购黑名单。 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解决方案。 罗斯称,美国商务部会对违法者寄出最严厉的罚款,中兴通讯,因为违反美国贸易法规与北韩与伊朗有商业往来,因此先被商务部罚款11.9亿美元。 商务部后,又指称中兴通讯提供的资讯误到监管机构,且没有对违法的公司人员进行处分,因此被美方下达采购禁令。 此次与商务部达成协议罗斯认为,这不仅对他们有威慑作用,也能警告其他潜在的不良行为者。 川普帮中兴解套还有国会这官,要通过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7日才在白宫简报会上表示,美中双方都未对中兴案做出最后决定。 罗斯今天接受CNBC专访时,透露川普政府已推翻之前对中兴的禁令新协议,还要求中兴在未来,30天选出新的理事会与主席中兴同意付薪水,给美国选出的法尊部人员。 这个部门的人负责监督中兴,并直接向新主席报告,不过商务部与中兴达成的协议,是否能通过国会这官还是未知数? 川普表示要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忙解决中兴禁令问题时引起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强烈抨击参院版的国防授权法,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或使用中兴与华为的产品,并且禁止川普被除对违反出口管制公司的禁令。 除非川普能向国会证明这家公司遵守了美国法律,重量国防授权法也同样禁止美联邦政府使用中兴的科技。 美国媒体报道中兴花大钱,在华府雇佣公关公司游说希望解除对中兴的禁令。 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16日宣布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销售零件。